好了 我们先讲第一句 有没有就是梦的意思 还有梦想 naraba 就是如果是什么什么 若是什么什么 就是naraba的意思 ok 然后如果是梦的话 どれ どれ これ それ どれ 哪一个 どれ どれ这个单独用法是哪一个 ほど表示程度意思 どれほど就是 该多么的怎么怎么样 这个意思 然后呢 よかった 是よい 就是好的那个意思 口语里面就像说 い よい 是一个意思 よかった 他都过去是よかった 然后でしょう 表示推断 在口语里面是だろう ok 我们来唱一下这个 这个是四四派 四四派 然后呢 也是从第四派的后半派开始进 我们来先数一下 一二三四 夢ならば 是这样进 ok 我们来唱一遍 嗯 五 不不不 一二三四 夢ならば どれほど よかったでしょう ok 下一句 我们再唱一遍吧 我们再唱一遍吧 我们再唱 五六七 但是在这个歌里面 他用的是非常正式的 anata 就是你 ok no 是 dodis kodo kodo 他写作那个词儿是一个事情的事 事情的事 就是这个事情啊 他写的是你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关于你的一些 事情 你的一贫一笑啊 跟你有关的事物 在日语里面经常会用到这样的词儿 你还知道哪些用法呢 请大根弹幕告诉大家吧 ok 然后呢 o yume ni miru yume ni miru miru就是看 然后在梦境中看到这样的事情 ok 我们来唱一下 就也是从 呃 后半 后半 后半拍开始进 ok 也拍四角 一二三四 iまだにあなたのことを夢にみる ok 再来唱一遍 一二三四 iまだにあなたのことを夢にみる ok 下去 忘れたもの 忘れた 就是忘れる 的过去是叫忘れた 物品的意思 忘れたもの 被遗忘的东西 を取る 这写着取り 我们先说这儿吧 取る 去取回这个物品 ok 然后下面是 帰る 帰る是回去 回这意思 然后回去干嘛呢 这是他前面用一个动词的mas 形 再加个に 后面 然后再加一个方位词 方位动词 比如说 いけ 帰るとか 是表示我去干什么了呢 我回去干嘛去了 是去取 取东西去了 是这个意思 よに 表示如同什么样子 这样 什么样子 就叫よに 我们来唱一下这个 都会了 一二三四 忘れたものを取りに帰るように 我们再唱一遍 一二三四 忘れたものを取りに帰るように ok 今天感觉唱的不好 大家忍一下 下句 フルビッタ フルビッタ就是过去比较古老或者说比较陈旧过时的东西 然后 思い出 是回忆 回忆的意思 思い本来是想 想法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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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然后其实它就是整体栽框的就是你的回忆的意思 嗯 のほこり 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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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はらう はらう 是浮去 擦去 你还知道はらう 还有什么别的用法吗 留言告诉大家吧 ok 我们来唱一下这个 嗯 一二三 四 フルビッタ思い出のほこりをはらう 嗯 对 我要说明一个地方 就是先第一句的时候 他说 よかったでしょう 唱的时候呢 よかったでしょう よかったでしょう 变成那个后面常音拖长手是欧 就是翻译成欧 用欧的来延长 是为什么在那个日本里面呢 比如说唱歌啊 经常会有这个欧 就把后面那个う变成 就是这种 比较长音的会变成欧来唱 可能比较好发音吧 ok 我们来说下一个 嗯 もどらない しあわせがあること もどらない 就是もどる的那个否定 叫もどらない しあわせ 大家都知道 しあわせならてよたてご 棒棒 ok 然后がある ある ある就是有这回事 有这回事 然后呢 こと是事情的意思 事情 就是存在这样的事 然后お 是表示前面这段部分就是编语了 我们把接下来这一段也讲一下吧 さいもにさいも 就是最后了 这是一个印度印度的词 从天朝传播词 然后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に 然后があなたが教える 教える 教的意思 くれた 然后动词てしんじゃくれる 为我 为我做了做了做了什么事情 叫什么什么てくれる くれる 然后他的过去形式くれた 在日语这个口语 然后经常日常表达的时候 经常会说 别人为自己做事くれる 或者说什么什么moral 这样的词 他们经常会这样说 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比较对对方的尊重的感觉吧 や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たいとか 就这种感觉 大家知道呀 ok 他这个整体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存在这种无法返回的 幸福的这种事啊 是最后你交给我的 是多么糟心的一件事啊 我们来先唱这一句啊 ok 也跟前面一样很简单了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戻らない幸福がある godo 然后 他直接就是godo 然后就是sang 但是我们为了很多小伙伴 能慢慢把这一句句学会 还是来慢慢唱 然后我下一句啊 好 一二三四 最后你 最后你 anata anata 隠していた 隠していた 就是一直藏起来 就是一直藏起来 表示一个持续性 以前一直藏起来的一个事情 暗い 都知道了 昏暗的吧 黑暗的吧 kago 这个也是一个印度词 mo 就是也的意思 明白了吗 我们来唱一遍 一二三四 嗯行了吧 再来一遍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能保持人一些 ok 下一句 アナタがいなきゃ いなきゃ いなきゃ アナタ ニe にe ね especially You いなきゃ いなきゃ 就是今ければ 今ければ 如果不在的话 如果你不不在的话 然后它的口语说快 比如说 いなきゃ 就变成 いなきゃ いなきゃ 这种感觉 然后 an an 这又是个印度词 an 永远的 刚才说过 保持一个状态 叫什么什么妈妈 好 我们来唱一遍 一 二 三 四 OK 我们再来唱一遍 五 六 七 八 あなたがいなきゃえにくらいまま 给我自由发挥了 下一句 哦 这时候到副歌了 も きっと きっと 一定 も も も 表示已经的意思 但是我自我感觉可能も 有表示程度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も だめなんだよ も 他表示程度比较深的一个意思 これ これ これ以上 比这个更怎么怎么的事情 叫什么 これ以上 傷 傷就是伤 有心灵的伤 还有身体上的伤 都叫傷 傷つく 傷つくこと こと 刚才说过是一个事情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事情 傷つくこと 好 我们慢慢的唱一遍 五 六 七 八 きっと も これ以上 きっと も これ以上 傷つくこと など OK 下一句 ありはしないと 分かってるんだよ これ ありはしない 他本来是ある 然后 ある ありはしない 这是强调这个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叫 什么什么 わしない 大家知道这个用法吗 如果知道的话 请告诉大家 一下 OK 然后 トゥ是表示引用 就不存在这个事 引用一下 分かってる 分かってる 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件事 我知道这件事情 叫分かってる OK 我们来 唱一下这个 ありはしないと分かでいる OK 再来唱一遍 ありはしないと分かでいる OK 下一句 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 あの日就是那一天的意思 の 就得了 悲しみ 是悲しみ 的这个 名詞型 名詞型 塞 塞是连 一个这种 连 什么什么 无论什么 连续性的著词 叫塞 无论什么什么 不 不论是什么什么 这样一个感觉 连什么都怎么怎么 然后下一句 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 也是一样的 苦しみ 苦しみ 名詞型 OK 我们来唱一下 唱一下这个 来讲一下 そのすべて 那 那样 すべて 就是所有的意思 お 愛 愛就是喜欢 愛する 愛する就是 愛する して 刚才也说过 至少是从以前到这个时间点为止 以前这些事一直在爱 现在包括以后爱不爱不知道 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 あなた と と 和什么什么 叫什么什么 と ともに 写作 共 共同的共 这是 一起的 共同一起的意思 嗯 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和你一起 这什么和你一起 我和你一起 还是东西和你一起 不知道 大家自己可以见仁见智吧 ok 下一句 那不是这个就先唱一下 そのすべ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ともに そのすべ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ともに ok 下一句 胸口胸膛 残る 残り 留下的东西 離れない 没法而离开的东西 ok 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 我们来唱一下 胸に残り 離れない ok 再来唱 胸に残り 離れない 下一句 苦 レモンの匂い 苦的意思 レモン就是柠檬了 の匂い 我要强调一下 匂い是表示你嗅觉闻到的这个味 叫匂い 垃圾千万不要搞混 经常有人搞混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两个胃是不一样的 我给我们来唱这个 苦的物の匂い 在上面 苦的物の匂い 下一句 阿妹 阿妹就是雨了 フリヤム フリヤム 停 就是雨 过天停 まで 到什么什么为止 到停 雨停的为止 带れない 带れない 带れる 回去 带れない 不能回去 没法回去 好了我们来唱一下这一句 也是从后半拍开始就 一二三四 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 再来唱一遍 一二三四 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 OK 下一句 今 今就是现在 でも 即使的意思 即使到现在 あなたに わ し わたし わ の光 你是我的光 你是我的光芒 好了 我们来唱一下这句 一二三四 今でもあなたは私の光 好了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